有些就不溫不火 但是,因為負責這麼厲害 的確是需要有一個強人式的領袖出來的 新施易辣卓慧斯就當選了 我也想問問你那邊現在英國的氣氛如何 因為現在人們給了他的稱號叫第二代的鐵娘子 是否那邊對他也抱著很大的寄望呢? Mr.Satcher那時在工黨搞到幾百萬失業 然後經濟又很差的時候 出了一個強人,你就會有這樣的感覺 他現在有些就不溫不火 但是,因為負責這麼厲害 的確是需要有一個強人式的領袖出來的 但是大家覺得他不是一種這樣的人物 好了,那你說應該怎樣呢? 但是,始終如果一般中產階級都是覺得 你做一些動作好些的 因為你剛剛新上任 你就不需要對以前的 譬如說經濟政策負這麼大的責任 你可以做一些改變的 因為一來到,如果你是新衛城做回手上 你以前那個經濟政策都是差不多的 你有什麼可以做得好過現在的呢? 那變成他可能 新衛城就比以前的事 可能他比以前做過的經濟政策 拖著後腿 那現在新衛肢可以比較 就是可以脫掉一些 好像他說減稅 那時候政策競爭的時候是說減稅 那你減完水之後 那你究竟那個社會 可不可以回復以前 就是不要說以前 就是說回復這個叫做 inflation之前 或者戰爭之前 但是我覺得有些事情都好的 他說希望會凍結那些燃料 一凍結燃料至少 所以說民心、民意就比較好些 因為現在那些燃料都很誇張 那冬結燃料就是說 等那些燃油公司 中間那些利潤那些 就可以減回一點點 就是不要賺到那麼準 或者是叫做 那可能他都不是賺到那麼準 那大家覺得 未來的燃料會貴 就會做很多手勢 他做生意不會失本 一定加定價錢的 那我希望他可以 那兩個措施可以 穩定一下民心 但是現在大家都知道 接下來這個冬季都頗嚴峻 考驗都頗大 包括電位、通脹壓力 甚至加息等等 甚至有些人形容到 英國的經濟已經屏臨崩潰 以你個人來觀察 這個卓慧斯可不可以 處理到這麼重大的問題 可不可以扭轉了這個營地呢 我覺得 崩潰是不會的 在一個資本主義社會 就算你看到那個時候 2008年 李文 或者是最差的那些 最差的時候 他都不會去到崩潰 因為一個民主社會 它自己有一個調教機制 還有一個新的人上場 他有一些新的措施 這些新的措施可能會令到 就是新思維 你整天都一轉人 有一些新的思維 那我就不會覺得 那麼大問題 就算了